李小康局長坐在這裏,他到底是否在八九年雲雲那時做過這件事呢? 我也以前問過,他又不回答 這個立法會已經搞到很可悲 我們問官員,如果他不是根據權力夾特權條例 一定要講真話和講全部的真話,他在這裏真的可以不講 不講你氣死他嗎? 辯論已經沒有什麼意義,當有人向你直接指出 你做過這件事,為什麼你不懂政治部 這當然是很嚴厲的指控,你沒有誠信 你答不答? 是不是一定要每次都用P&P 按著一本聖經 你才講真話?你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是這樣,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你沒有誠信 因為你做過這件事就不敢拍的 這個政府多無恥 唐桌局長被人不斷說 當沒有 一會就起床,P&P 沒有,我沒有在西屋領審查那些民運人士 我當時也不知接濟多少民運人士 他說那些人越做越差 隨著英國政府的態度 改變越來越差 你有沒有做過? 有沒有做過? 有沒有作過業? 當年 有沒有走去 以疑似浩刑去對付別人? 有沒有流難別人? 有沒有間接被那些血汁濕了? 是不是那些血汁濕了你之後 你今天有機會坐這個位? 你要回答的嘛 是不是? 你是沒有的 就是陶謹申和你道歉 我不用了 我聽回來 因為就是你道歉 因為就是他道歉 我聽說以前英國國會 有分開界的兩派議員 一講不合 如果你說別人不誠實 你要走出去決鬥 以前就很慘 反對黨和執政黨 因為真的隨時拿著命 就誠信了 在議會解決不了問題 在後面搞定 現在議會怎樣呢? 沒有誠信 被人罵 被人錯誤指控 說好聽的就不頑罪 說不好聽的就賴皮 韓國那件事也是 問你 不答就不行 由你笑罵 普觀我自為之 我也要付錢 真的 很對不起 反恐 昨天我睡不著 剛剛看奧巴馬 都在慌慨陳詞 就說其實 布殊那是錯的 找那些灌水的豪營 絕對是錯的 怎麼說呢? 他怎麼認錯呢? 前線執行那些 就 沒有理由 受到懲罰 因為他給了公權力 有行政權 有執法權 但哪個律師呢? 告訴白宮 說可以這樣做 那些律師應該被人告 你們都是這樣的 你不是律師 你是行政命令 如果你做過這些事情 或者你是欺騙這個立法會 拿了一筆錢 做一些不見得光的事情 其實是罪行 是嗎? 我們的職議會就是 小事用來講 又說人家的語言不得乾淨 為你行為不得乾淨 沒有誠信 是嗎? 你又不敢跟別人決鬥 你好國安議員 請你向主席發言 主席 麻煩你告訴局長 他不跟別人決鬥是不對 要是保持誠信 這個決鬥因為不用用火槍,不用用劍,現在是交代一個真相。 主席,我請你,勞煩,告訴局長,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這個反恐,這個布殊當日,亂這麼反恐, 搞到現在遍地哀雄,尚且因為民主選舉,而另一個人跟他反省。 這個徹尼昨天說,跟你差不多淺不知此, CIA那些事情,只是公佈酷刑是不夠的, 公佈酷刑在酷刑之下拿到的情報多有用。 這個徹尼真是,你真是跟他打孕。 這樣也會說, 我又看,訪問一個美國人權專家,他們看清楚, 他們用水形,用什麼號形,都沒有拿到情報過以前。 即他未用號形之前,拿到情報就是這麼多,用來用去都是那些。 即那個人根本沒得招工。 另一個例子,我看《蘋果日報》, 推一輛車,叫那些女人去聽Al-Qaeda那些人, 他不需要用號形。 為什麼人家, 喂,Al-Qaeda, 頭號殺手啊, 怎樣去, 用多少個女人,那些女人怎樣推一輛車, 那些積冷衫在隔壁廳都爆出來。 難道這個英國的五軍情錄是傻的嗎? 我們的保安內部, 你那個什麼叫保安處啊? 你是不是想跟這個軍情五軍情錄比呢? 我在倫敦經過軍情五軍情錄的間戴,很漂亮的。 白酥酥的。 你就是脆水了, 你有什麼要做啊? 我告訴你, 你增加人手要做什麼呢? 我跟陸同一生談過。 我說你們不是去做事, 是應付不斷增加的國安國, 去做聯絡。 你們是沒有事要做啊, 共產黨人不會相信你們的情報, 但你們都要去的嘛。 掌官, 啊, 誰誰誰, 你說給我一個信封給你。 火七信封, 別人都要送的嘛, 用電郵用不著被人黑了。 用黑客的。 喂, 你不交代給我呢, 我就一定是猜的。 對不對? 我有理由去猜的。 你自己出個謎語給議員去猜, 原因是什麼呢? 你就經常說, 喂, 這些人借意攻擊我們。 你說了謎底, 即是六四這樣。 共產黨經常說, 喂, 是不是找坦克, 弄人, 去死鬼馬力又插口? 其實他公佈就可以了。 是嗎? 柔柔之中口, 就是你講完真相就可以了。 你今天說來講去, 你講了什麼呢? 我聽著你, 我都沒有做功課, 我只是聽著你, 我真的... 制定策略, 聯絡, 分析, 支援。 喂, 你以前那些有沒有做的? 你有做的嘛, 你不是告訴我以前沒有的嘛。 如果你以前有的時候, 你告訴我, 為什麼多了? 向哪個方面呢? 是不是跟中東一找佈殊呢? 還是國內呢? 大陸呢? 你講的嘛, 你不講, 那個區域都是秘密嗎? 是否有病呢? 這個顯然是病入刀坊。